慕容 小姐 你不会是被我帅哭了吧 珍珍 我有件事 你讲 我认识她 汉莫拉比 当然 我也认识啊 人家汉莫拉比的雕像 不就是在石板上印着的吗 不是 汉莫拉比 就是慕容杰伦 慕容杰伦 才是汉莫拉比 汉莫拉比发电历 近些年被复原了一行字 我与你 结婚 一夫一妻 白手不离 你知道这句话的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 这是慕容杰伦给我的承诺 她跨越千年 写给我的情书 慕容杰伦 她还活着 即便她曾经活着 现在也死了 你懂吗 陈梅如 这不是一年 三年 五年 这是几千年 她不再是你的慕容杰伦了 她是历史中的人物 你非要再这样封下去吗 可是我今天又见着她了 就在发电线 她也重复了那句 那句只有慕容杰伦 才会说的话 你肯定是眼花了 慕容杰伦消失了 我们不再是十二岁了 要明白 有些感情注定是一场悲剧 有些人相适了 有些人相适了 就再也 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我们活着的人 总要继续活着 不是吗 老板 来两碗面 如何 大客户上 再给你一次这么烧啊 我非要吃二十万 你再买 你 再给我上十九道这个 乌乌乌 打开服装 有进口的水吗 二十万 难道 慕容 慕容 陈美如 我是你的王子 你必须接受我的爱 和我的保护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陈美如 小姐 小姐 你不会是被我帅哭了吧 我知道 这身制服很吸引人 但是女孩子 还是矜持点好 慕容是我 小姐 小姐 谢谢你的青睐 但你不是我的菜 别费这行机了 不好意思 老板 面别下了 今天不吃了 切个笔记本 你留着吧 我写的这行字 是不是你写的 你回答我